欧洲的塞尔维亚机场 这群旅客刚从以色列的第二大城 台拉维夫历节归来 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 CNN指出距离边境加萨走廊30多公里 还是能听到许多爆炸声 因为以巴创突升级 多国取消往返以色列班机 在塔拉维夫机场要离开得大牌长廊抢票 入境区则变得空空荡荡 还多了这项告示牌 下飞机之后呢 在显眼的位置一路都能够看到 非常明显的避难所的标志 目前进驻以色列班机 几乎都是撤侨专机 像是这班保加利亚政府的专机 让许多离开的保加利亚国民 激动的开心回首 还有波兰派出C13栋运输机 前往以色列救回自己的国民 另外乌克兰总统曾恩斯基表示 有两名乌国公民在以色列被杀害 泰国也证实目前至少12位 泰国公民遇害 11人遭绑架 泰国政府呼吁释放百姓 谴责暴力 另外北京当局提到 中方立场是推进两国方案 让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以巴冲突 已经波及多国公民的生命安全 TVBS新闻成员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